比賽當天的時候呢 歐洲隊是暫時領先的 所以當然這個Ronnie O'Sullivan 打起來 感覺上自己的壓力 比較沒有那麼大 好 我們看到 由於這個比賽是在聯尾舉行的 所以說他已經是滿了22歲了 來 衝球沒有球禁 好 留下了這個 好像是可以來灌球的樣子 好 做安全球 哦 母球停在底袋口 那麼當然Nick Vano 他在美國也是相當出名的一位選手 那麼好 我們看到 農林歐洲人打個墮桿幾道球 但是一號球點到了戴口附近 那Nick Vano呢 他的成名 他在美國撞球界的成名 也是從他這個 參加這個大學的這個撞球比賽開始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美國的這個大學的裡面 本身就是有很多高手了 所以說他參加了這個美國大學的這個撞球比賽 拿到冠軍之後啊 結果就慢慢的就 就開始打這個職業比賽啊 而且在職業比賽也是混出了 這個相當有名的一個程度啊 而且Nick Vano他的這個母球控制啊 母球控制的這個精準度啊 也是非常好的一位選手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球啊 這一球是一個相當藍的一次做球啊 這個三號球要做四號球 我們看到這個四號球啊 在右邊的台邊 那麼旁邊有五號球 限制了一個做球的範圍啊 所以說這個三號球又是一個直球 這個拉桿火來做四號球 這個拉桿的力道太輕跟太用力呢 都是沒有辦法做到四號球啊 直接進彈 好 我們看有點角度 所以中桿彈上來啊 但是這個球我不曉得他是不是真的故意要來做灌球啊 好 看看他是不是要來灌中袋 好 好 跑球啊 中袋灌進 那麼五號球 剛剛好可以來選擇中袋啊 然後如果是直球的話就定竿了啊 好 有一點角度 那麼就橫抬過來啊 來繼續來做六號球的中袋 那麼剩下的當然就很簡單了 一顆星來做七號球左下角抵袋 我們可以注意到啊 這個Nick Barnard他的個子比較矮 所以說他的他的握桿啊 他的握桿自然而然的啊 我們看他是剛好握桿握在握把的中間啊 這個不像一般個子高的選手啊 可能握桿都已經握到這個比較靠近握把的後端啊 比如說這個GNP啊 超過了180公分啊 握桿握得比較後面 好 一開始打成了1比1平手 全場觀眾的情緒相當的高昂 最佳三盤制的比賽 老將Nick Barnard 對上年輕的Ronnie O'Sullivan 兩人目前戰成了1比1的平手 在這裡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各位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忘記 待會繼續收看撞球大師經典賽系列3 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您繼續回到 撞球大師經典賽系列3 我們今天為您帶來的是1997年的Moscone杯的比賽 這位比教練擔任我們今天的球評 另外我是常富寧 看到這個Ronnie O'Sullivan這個樣子 真的只能用5個字來形容他 春風得意胸 嘿嘿 非常的帥啊 而且我們看到頭髮啊 整個往後輸 好 好 Mick Barnard的衝球 來啊 母球落袋 1號球近 但是母球落袋 那麼現在看看這個2號球 好像在9號球的旁邊啊 嗯 我們待會兒回到台面之後再仔細看看 你看他衝球啊 整個人 我們注意看這個2號球啊 繞了一圈 球壇一圈 回到9號球的旁邊 欸 2號球 主合球好像已經打完了 欸 已經打進了啊 哈哈 好 我們仔細看一下 自由球 啊 果然猜得沒錯啊 這個2號球 剛好在9號球旁邊 啊 這個羅里歐斯輪 這個 非常輕鬆的 主合球打進 很開心的笑一笑 對 感覺好像廢吹灰之力 沒錯啊 剛剛這個球 這個我想 我想如果說 初學者的話 說不定也打得進 我們在現場啊 看到一個 剛剛 看到一個 戴墨鏡的 這個這位老兄啊 我叫是 Steve Davis的中球迷 這個走到哪裡 Steve Davis走到哪裡 他就跟到哪裡 有這樣的一位球迷 真是 不簡單 好 看看 諾利歐斯輪的開球 哎呀 1號球本來要進了 結果又 哈哈 諾利歐斯輪 這個 現在比較在意的啊 不像以前 這個 球衝沒進 也無所謂的樣子 現在比較在意的 呵呵 1號球可以薄球 好 我們看到角度蠻大的啊 那這個球當然是薄進之後 母球啊 這個低竿 左賽啊 走1 2啊 這個走3顆星啊 繞到球衛台的 右下角 來 來做2號球 左下角抵帶啊 好 好 我們看到啊 這個 直接走1顆星啊 哇 哦 這個路線 走得相當有把握啊 好 我們 我們剛剛已經可以注意到啊 這個 發抖的手啊 非常的明顯啊 這個也是堪稱一絕啊 這個 雖然說是發抖啊 你不要以為他在緊張啊 如果你認為他在緊張 那你就錯了啊 就被他給騙 對 你就會被他痛窄 待會應該還會有個特寫鏡頭 對 嘿嘿 可以讓我們好好的來欣賞一下 好 故意做一個大角度啊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由於我們可以看到這個5號球的上面有個6號球啊 所以說 限制了一個做球的面積啊 所以說他4號球故意角度做大一點 這樣子要回來的話比較輕鬆 好 左賽推桿下來 好 直球的話就直接拉幹啊 直接拉幹 拉個差不多兩尺的距離 好 有角度也可以推桿一顆心上來 好 推桿一顆心燙來啊 那麼就6號球 當然就是拉桿一顆心回去 好 直接拉桿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Nic Manor啊 在那個時期啊 我們可以從他的衣袖上面所秀的字啊 然後以及他所用的球桿啊 就是說 在 在這個97年的時候 是幫啊 這家球桿公司啊 做廣告 但是之前呢啊 他是替別家啊 替別家來做廣告的啊 這個我想 我想這個 台灣很多比較內行的觀眾 都知道啊 都知道他替哪一家球桿公司 他來做廣告啊 謝謝